哈喽,欢迎来到牛牛画廊,我是牛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第一次爬这个阴架 上去画壁画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呢,其实不是说很高 但是呢,我跟你讲,你爬上去的时候 真的是看下去会脚抖的 我一上去的时候,其实我的耳朵是自动屏蔽所有声音 很多人跟我讲话,可是我听到有声音 但是我听不清楚,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我的头脑呢,就是步步精心,步步为营 每一步都要踩好 然后呢,我就跟我的这个小助理小鲜肉CAN呢 一起爬上去画这个cupcake啦 这cupcake呢,是我的中学同学萨迪哈 它的一个logo design 之前要在呢,这个蛋糕店有卖一些饼干啊,蛋糕啊等等 然后呢,我就在这个文东巴士站的旁边 角落头的这一间,哇超美的地点 就画了它这个圆圆的这个logo design啦 是不是很可爱很漂亮呢 然后呢,第二天呢,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天是淋雨化的 所以呢,就来不及等它干来写字 所以我们等到第二天呢,才来写这个它的logo的名字 我自己最满意就是这个strawberry跟这个蝴蝶 因为我觉得很立体 我自己参到这个颜色 还有呢,就是整体的感觉呢 是很开心,很成就感满满的